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甚深为妙法 海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各位法师可以去世大家阿弥陀佛 我们看课本101页 我们看课本101页 有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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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我们来看10月的四百四十八经 他说 我这么要听佛说 他说有一天 佛住 阿彼陀 处 恒合侧 这个阿彼陀是印度十六大国里面的一国 他 一般就叫做翻到阿鱼陀 那我们如果记得这个圣漫经里面圣漫夫人 就是莫逆夫人的女儿圣漫夫人就是叫到阿鱼陀国 他也在恒合旁边 所以他在这个阿彼陀国 那么恒合边 那这个时候 世尊跟 比丘说 就是 那边附近可能有一个 就是有一个 森林 然后他就在附近 可能就在附近 然后 世尊带着这些国地子 然后到恒合边 然后就跟 这个 比丘讲 依这个恒合为例子 那么教他们怎么观察 五蕴 就是一般我们讲的 这五蕴的辟语 色如巨墨 瘦如水泡 想如洋艳 行如芭蕉 事如幻化 那么从恒合旁边 那么观察 但是不只是观察恒合 其他的五蕴跟恒合就没关系 好我们来看 他说 辟如恒合 大水 瀑起 水流巨墨 好 那么这种现象 我们在台湾 也可以看得到 那么 其实不只是河流 有时候 一些池 池水里面 那么 它在边边 或是在草的地方 或是在河流的转弯处 它都会有那一种 泡沫 聚在那里 那么这个其实是很常见的现象 那因为那个泡沫跟 跟一般的水泡 就是我们讲 色如巨墨的这个 这个泡沫 跟瘦如水泡的这个泡 不太一样 那你会发现到 巨墨的这个泡 它会形成一段比较长久的时间 就一直在聚在那里 那么水泡的那个泡不一样 那个水打下去 形成个泡 一下子就没有了 那这两种是不太一样的 这个可以说是 磨 这个可以讲磨 这个可以讲泡 但是就是 一般我们说 它 水流巨墨 所以这些水流 那一般在转弯处 或是在 这个河 河的那个 靠近泥土的那个边 或是靠近水草的地方 你会常常看到 有一堆泡沫 他说明目似乎 就是一般人 眼睛看得到的 就是 简直掉眼睛不好的 没有眼睛看不到的 所以说明目似乎 似乎就是人 就是 眼睛看得到的 一般人 仔细去观察 地观分别 其实就是 仔细观察 那么 或是就我们 叫做 深细的研究 深思的研究 你仔细看 你一般看 一般我们没有仔细看 一般我们就看 那边泡沫 也不太注意这些事 但是佛陀为了要叫你观察 五蕴 那么的身体 其实 身体的组合 其实跟这个泡沫的组合 是很类似的 那你这样去观 他说 一般人眼睛 好的 那么 仔细去观察 你深深地 深细地去研究他的时候 你会发现 无所有 无老 无死 无有坚固 他用 这个四个名词 来形容 就是 这个泡沫 你看起来就是一堆泡沫 好像是一个整体 这个金刚经就叫他做一盒像 就是很多东西都是一盒像来的 都是有很多的个别 个体 很多的个体 组合成一个整体 那世界 那世界也是这样 来自于三千大千世界 就是 宇宙 一个银河系 一个太阳系 一个 一个世界 然后来自 一个人 那一样 都是这样 来自一个现象 任何的一个现象 他都是这样 合合而有的 好 他说 他用四个形容词 无所有 其实他 并不是真正的 实有的 不坚老 不真实 不坚固 所以 为什么呢 因为 比聚末中 无坚实固 其实他就是不实在 简单讲就是不实在 那我们 这个是 前面基本上都是 用 如雍如刺如杀 来说明 这就是从他的本质上去说 他的行程上去说 他说如是 就像那个泡沫一样 诸所有色 那这个色就是 我们讲 色受想行事的色 那么一切的 因为他重点在教你观察五蕴 那五蕴中的色 那我们讲到色 一般来说 就是 这个色的范围 五蕴中的色 我们感 色受想行事 这个色 如果从修行 要观五蕴的来讲 是观察这个身体的色法 但是 一般来讲 这个色法会延伸到 外在的一切现象 那像那个泡沫也是色 乃至于 三千大天世界 都是色 那这个色法里面 他不外乎我们说 这个是身 这个是心 这个就是身 这个是心 身心现象 五蕴就是身心现象 那这个色法里面 基本上 地 水 火 风 或是有一个空 言耳鼻舌身 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说 它就是这样 那么色身相畏处 那这个眼睛所对的境界 耳朵所对的境界 这些都是色 乃至于 异界所对的境界的法 但是异是属于心法 但是异所对的境界 这个法 有些也把它归类到色法里面 那其他的 这边就是心法 那这个色 像这里在说的时候 因为 像杂瓦海里面 在讲到色的时候 有时候是指这个 有时候是指这些 有时候就是指 这个 有时候是指全部 那你把它分析的话 比如说这个身体 把它分析的话 就是四种基本物质 地水火风 那我们 那身里面的气息 那温度 然后这个 固体的 液体的 气体的 还有温度 固体气体 固体气体液体温度 大概就这些 那么你去做观察的时候 他现在讲 你看他说 比所有色 那其实包含 那我们也可以讲 包含一切 只要是物质的东西 那么都是这样形成的 好 那 他说 我们讲我底下看 如是诸所有色 若过去若现在若未来 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 这个是 在 从这个五蕴里面 那么色法里面 十一种分别 就是 我们讲 过去现在未来是一组 内外是一组 那么出戏是一组 好丑是一组 远近是一组 总共有五组 十一种 分别 就是 从 五个角度 五个角度 那么 做十一种观察 那 过去现在未来 内外 出戏 好丑 这我们比较 容易清楚 远近的话 一般 之前我们说过 他很可能就是 比较清楚 因为近就比较清楚 比较清晰 那么远就比较模糊 包括受想形式都是这样 这种概念比较清晰 比较模糊 那个就是识 这种印象比较清晰 比较模糊 这种感受 很清楚 不太清楚 基本上 大概就是做这种观察 内外 出戏 好丑 这个就 我们就 比较容易知道 就好的不好的 感受是好的不好的 印象是好的不好的 那 这个我们就比较知道 那行的话 行 基本上 就是我们的决定 我们的意志 好 比丘 地观 思维 分别 地观 思维 分别 时 无所有 无劳 无时 无有坚固 那么 就是 一般我们说 就是思维 法要深入 不能离开思维 那思维一定要有三种思维 叫做如理思维 然后专精思维 瘦瘦思维 你一定要这三种思维 那么他才会深入 深入才能够见到所谓 才能见到他的如实相 那么 当你如理思维、专精思维、瘦瘦思维的时候 他就能够 那么 了解到 见到他的真实相 叫做实相 我们一般叫做如实之、如实见 那么如实之、如实见 要先如理思维 那他这个也就是教你怎么观 怎么观这个 这个五蕴里面的 色受想行事 我最近腰痛 我们也就在来观那个瘦 那个很深 那个很深、很细 你就在观 其实有时候有病也不是坏事 因为他可以看 他可以让你很清楚的 看到 如病如庸、如刺如杀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你可以借此来观 瘦如水泡 因为那个瘦 很深刻 就是 你会发觉他一直痛一直痛 其实不是 他不是一直痛 他是 刹那身、刹那外面的痛 其实这样 那 当你 吃了药 给他延缓的时候 他那个痛就 不是那么明显 这个就是变成 我们现在讲 这个瘦 瘦也是这样 他不那么明显 但有时候很明显 说不明显 这个是 若远若近了 那若好、若不好 但是 类似像这样 那比较没有那么不好 你就觉得 好 那么这种其实有时候 你都可以借着你的身体的变化 那么有时候好也是这样 就是说你很快乐的时候 身体处在一种 比较 好的状态的时候 你也可以这样观察 但是大部分好的时候 不会观察 不太容易观察 不好的时候就容易观察 你就会可以观察这个身体 第一点就是 如病如庸如痴 它就会产生那一种 比较你不是 就是说 你不会 比较不会那么执着这个身体的那种 心态会慢慢出来 那你在观察这个世间 你慢慢发现这个世间 都是这个样子 久而久之 你这个要 我们说要硕硕思维的 而且要很深细的去思维 所以我常常讲要如理思维 这个就是如理嘛 先教你如理 你到底要从哪一个角度切入 从哪一个角度去观察 你这个身体 以及 你所反映的这个世间 你所看到的这个世间 这个有什么好处呢 它基本上 因为大部分的人就是 贪爱心 欲贪 那么 我爱 我所爱 就是我所在的第四界 我所 我所 在的地方 我所拥有的东西 我所 我周遭的人 那都是从 我 这个 是 执爱 开始 就我见我爱 那么 延伸 那么不断加强 不断加强 那我们这样观察 其实就在我见我爱的状态下 渐渐 渐渐离我 我见我爱 那么他会让你 他也不是说 会让你讨厌周遭的人 不是 如果你生起讨厌的心 那就不对了 生起讨厌的心不对 而是 生起 不执着的心 就是说 你厌离不代表讨厌 震恨 这个世界 震恨 自己的身体 不是不代表这样 这种心是称认心 也是烦恼 所以你要常常好好的观察 你自己的这个身心 因为 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 五着二世 包括我们的身体 这个暴体 那么走在这个世间 那么常常会有一些 就是 不是那么容易的境界 那这个时候就容易做观察 所以一般都是从苦入到 苦即灭到 你为了消灭苦 那么你你必须要找到方法 那么真正的方法 真正的方法 就是 因为 问题的癥结在于你 执取这个事件 所以真正的方法就是 怎么让你不执取这个事件 他就是这个理论 那 像我们现在这样听到 我也觉得好像是这样 可是 如果你不常常做观察 就是 不管有病没病的时候 你都要做观察 但是我们 大部分不太 不太会记得 也就是说 很多事情来了 烦恼来了 你也不会想说 这烦恼也是一种受 一种想 对这个人 讨厌那个人 那是一种想 像 印象 像 那个时候你会做观察吗 不会 大部分容易做观察的时候 就是有病的时候 那么 你 你比较会了 真的 那其他的时间 你 你不太会把 比如说 现在这个是五音匹域经 这安世高 也有 你们可以去找一下 像 有单行本的 就是他特别翻译的 叫做五音匹域经 那里面也有讲 他就讲迷胜果 迷胜 迷胜果 如果你把他这个概念 就是 色受想行 是 我们把它背起来 这个色 如巨末 瘦如水泡 想如洋艳 行如芭蕉 是如幻化 好 幻化 那么你 你先观察这个色就好 色跟瘦 那么你先把他观察仔细 后面想行事 那么他必须就是 他必须是说你几乎每天都要做两到三次的观察 至少 那么他渐渐渐渐才会熟悉 由不清楚到清楚 那你会发现到 你见就会发现到 他你这样观察 你 他到底有没有用呢 那如果没有用就表示你观察的不够深细 就好像你每天假设说 你很喜欢吃麦当劳 假设 我们先假设 那 可是麦当劳不太营养 你每餐都要吃麦当劳 可是 你就去观察 吃这个东西的祸患 未患理 通常我们都是 前面我们讲过 观察五蕴有几套方法 那比如说他一个叫做未患理 那一个叫做燕灵欲灭尽 那我们知道未患理 他是为是执着吗 就是贪爱 他就是贪爱 那我们的 我们的生死根本来自于我们对自身的贪爱 由自身贪爱 延伸到 与我有关 与自身有关的一切的贪爱 所以 一般我们把这个叫做我爱我所爱 那我爱我所爱 一定从我见我所见来的 那么 所以根本问题在这里 由于 由于对自身的保护贪爱 那么 延伸到 对跟自身有关的东西 那么 得一种 直取 那么你开始要思维他的过患 不是思维这些人给我的过患 世界给我的过患 不是 是思维贪爱的过患 那这个是重点是贪爱 不是 你贪爱的人 这个人有过患 不是 比如说 我贪这个食物 喜欢吃泡面 不是泡面本身有过患 是我贪吃泡面 贪爱这个有过患 那么 你不管贪爱什么都会有过患 好 那你说泡面 没有营养不好 那你贪吃 那个 不会有后遗症的 比如说比较好的东西 那么一样 它是贪爱产生过患 因为 你就算那个东西吃了对你的身体 没有副作用 可是你贪爱它 那一旦没有那个东西吃的时候 你就痛苦了 因为那个东西会改变 你不一定常常能拥有它 那何况这个东西会造成你痛苦 那就那个影响就更快 只是这样而已 它产生的变化不好 那包括 包括 包括你所喜爱的人 你所震恨的人 它都是一种直取 所以 你要思维它的过患 当然有些是从不好的 这个东西会造成我身体不好 这样去思维 但是重点是 你贪那个胃 你贪这个东西 那个胃 那个胃瘦 那个 那个 所以 你要从这一点去 去观察 慢慢慢慢 你对那一种贪爱 就会渐渐 会渐渐舍离 就是说 你不再说没有它不行 或是一定要它 那就是 你就渐渐会有一种 就是说你如果这样观察五云的话 你渐渐会有一种随眼的态度 就是说 怎么样 都好 怎么样 都可以 但是给我选择的话 我尽量选择这样的 但是没有办法选择的话 那也没有关系 这样也可以 渐渐渐渐 你就是 这个就发现你那个直取性没那么强 但是你说要多不直取 那也还没有 多不直取也还没有 那个要很长的时间 就这样观察观察 那你每天 其实我建议可以就是说 有两个时间其实是很适合的 一个就是 早上刚起来的时候 那 你可以先观察这个身体 因为你很可以清楚 那个时候 休息起来刚好 就是 你第一个念头先观察 这个五蕴 本质 或是要睡觉之前 你也可以这样做观察 那个会比较深刻一点点 或是境界来的时候 当然你也可以做观察 我们等下看 先来看 我们只是讲到第1个 色 而已 色还没讲完 所以他这里几乎也综合了 这一经几乎综合的前面 你看 他 若内若外 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若 若内若外若去若是若好若若若若远离 这是有一种观察是这样的 做11种观察 然后 如病如庸 如刺如伤 这是第2种观察 无常 苦空 无我 非我 这是第3种 这本经几乎综合了前面五云所有的观察在里面 就是 你怎么观察五云 他 有一个就是 做11种分别 无主11种分别 过去未来现在 内外若若出息若远禁 那么有一种就是 再到这里 讲 这个 从第1个观察色如 聚没 就是那种 泡沫 聚在一起 那这个 跟我们的身体 怎么样做结合 其实我们的身体 为什么会有这个身体 单单从色来讲 因为我们的五云包括身心结构 但从这个身体来讲 我们的身体到底是怎么来的 刚才讲地水活泡 然后从感官来讲 就沿耳鼻则生 那么 如果身体 我们说 一切法来都是延起 因人和合 那么身体的 因人和合 他如果从内在 身体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从外在来讲 他就是地水活泡 或是沿耳鼻则生 就是这样 刚才我们写的 地水活泡或沿耳鼻则生 或者是受软事 然后再加上地水活泡 这个是设法聚集 一个一个的泡沫 一个一个的泡沫聚集成 一个泡沫 叫做一盒相 那么从内在的来讲 从内在看不见的 这个是外在可见的 固体 气体 液体 还加上 这个只是身体 那心的部分 那就是 就是液 或是受软事这一部分 好 那么才形成这样的一个生命现象 那如果从内在来讲 看不见的来讲 是什么 是什么 就是业力 我们有各式各样的业 聚集成这个身体 那么因为各式各样的业 所以遭受各式各样的果报 男的 女的 人 动物 然后 有什么样的父母 然后有什么样的才能 怎样怎样 这是由于你过去 累积种种不同的业 业很复杂 有善业 有恶业 有无忌业 有肉业 那么 我们还没有无肉业 但是正在修 接近于无肉 跟无肉相应的业 有 但是还没有无肉业 有无肉业要必须要正国的圣者才有 但是我们有跟无肉相应的 就是顺解脱分的业 那么 这些种种的业 聚集成一个一个的身体 或男的或女的 或眼睛明亮的或不明亮的 或眼睛小的 或眼睛大的 鼻子大的鼻子小的 反正 三十二项八十种好各个有业 那么你是哪一个种性哪一个什么样 所以 它是各式各样的一个泡沫一个泡沫 就好像一个业一个业 三业二业好的 不好的 什么颜色的 全部聚集成这样一个泡沫 一个现象 我们看不见的部分就是 我们是由业力 这个叫业报生 业报所成的生 那个聚末也一样 一个一个泡 就像一个业 我们有非常多的业 看不见的是 你之所以出生在这个世间 是因为 你有这个业 你就必定要来 那 这个是看不见的 那看得见的就是 你父母把你生下来 那基本上是这样 但是 但是真正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你 因为有你父母才有你 不是 真正的原因 不是因为有你父母才有你 没有你父母 你有业 你 你会再找另外一个父母 还是会生下来 一样会生下来 所以 真正的原因看不见的就是 我们是 业报所成的 那么看得见的就是 我们是地水火风所成的 或是眼耳鼻舌身所成的这个身体 那你这样去想 你就会发现到 这一个一个水泡聚集 而且这个泡沫要聚集一段时间 那么另外一个因缘来了 因为他也不能一直待很久 因为他那个泡沫本身不实在 所以 他时间到太阳出来 会怎么样 渐渐渐渐渐渐 他就没有了 但是他水在流的时候 他又会形成泡沫 那就是这样 散了又起 起了又散 就好像我们生了又死 死了又生这样 那身体一次一次的 一次一次的 那么 再聚集 这个地方泡沫消失了 又没有多久又形成一个新的泡沫 在那个地方又形成一个新的泡沫 那我们也一样 这个身体 寿命禁了之后 在另外一个地方 另外一个世界 又形成一个新的身体 那只要你有水流 那个泡沫就不会停 因为他有水流冲击嘛 然后慢慢就聚在那里 那我们一样 我们这一辈子在造的业 渐渐渐渐行程 渐渐行程 就形成下一身的什么 身体 那在这个泡沫消掉之后 没有多久 他另外一个泡沫又形成了 所以你只要有 贪爱 我贱我爱 烦恼之流 那么他就会形成 一个一个的夜暴声 那么你这样去观察 你就会发现到 色如巨末的意义在哪里 那你 好好地想 这个身体 那么到底 到底是 因为 他重点不在于 他重点在于 让你看清楚 五蕴不真实 那么 看清楚五蕴不真实 重点在离去你对五蕴的执着 对身体的执着 那么并不是说我们不重视身体 就表示我们没有我执 不是这样子 这佛陀生病了 他也要跟阿难讲 阿难我腿很酸了要休息一下 他也不是说 五蕴如病如庸如刺如杀 管他去死 不是这样 痛 痛起来还是痛啊 他很口渴的时候也跟阿难说 阿难我很口渴了你去给我要一杯水来 他也要解渴啊 所以你不要很 过度的偏激的说 好像这个身体 我们都不管他 也不是这样 但也不是很贪爱他 基本上佛法就讲中道 就讲中道 那这个是色法 这个是色法 那所以 从这里来看 单单从这个色 观察这个色 就是色受想情是 他汇集了 过去种种观察五蕴的一些观法 就是五类十一种 过去未来现在内外出息好丑远近 然后 如病如庸如刺无伤 然后无常苦空无我 那就这三种 那加上他本身 五蕴批育 色如巨墨 瘦如水泡 响如圆怨 行如芭蕉 事如幻幻 所以 这个 已经是 我们对五蕴观察最完整的观法 一起观察 都是这样 他又如病如庸如刺 好 第2个 瘦 譬如大雨 水泡一起一面 好 这个瘦 像水泡一样 一起 一面 所以 他基本上是比较快的 像我们的感受 比如说 我们这样 打下去 这个手 这个手 比较痛一点 这个手不痛 我们马上有那种 痛的瘦 或是那种瘦 喝水 清凉 那种感受 甚至是 别人冒我心里不好 那种感受 反正 都有热瘦、喜瘦 一般我们讲到瘦 讲到瘦 一般 佛陀曾经说过 这个 有一瘦、二瘦、三瘦、四瘦、五瘦、六瘦、十八瘦、三十六瘦、还有五量瘦 那 在哪里呢 在 在这个 四八五经 我看一下 在我们的课本 三百六十三 三百六十四页 我们看一下三百六十四页 我们顺道来看 也蛮有趣的 三百六十四页 讲到这个瘦 我们最习惯的就是苦瘦、热瘦 不苦、不热瘦 来看一下 他说 有一天在王舍城 摩羯头狗王舍城 那么 瓶沙王 瓶沙王就是品婆Solo王 那么 去找这个幽托乙 幽托乙尊者 那么就坐下来 这个瓶沙王就跟 幽托乙尊者说 为什么 四尊 就是四尊有说过哪些瘦 瘦 云河四尊所说诸瘦 到底四尊 在讲瘦 瘦到底有几种 到底有几种瘦 因为有时候讲一瘦 有时候讲两瘦 有时候讲三瘦 到底有几种瘦 又托乙就讲 四尊说三瘦 热瘦 不苦 热瘦苦瘦不苦不乐瘦 我们一般叫做舍瘦 不苦不乐就是舍� 贫沙王就跟幽托乙讲 不要这样讲 四尊说三瘦 那其实应该有两瘦 热瘦跟苦瘦 那么不苦不乐瘦 那就是什么 极灭了 就是 就是没有了 这个 幽托乙不能为王立三瘦 王义不能立二瘦 聚贡义佛首 这两个人争执不下 到底是两瘦还是三瘦 因为他认为不苦不乐瘦 那就没有了 就不能叫瘦 那个就是极灭 那不能叫瘦 但是幽托乙 很清楚知道佛讲有三瘦 但是品薄所有人认为 应该只有两瘦 叫做苦瘦、乐瘦 所以两个人争执不下 就去找佛啦 这个也很有趣 那就是 幽托乙不能接受 那 那么 国王也不能接受 那么 所以 这个 又托乙 两个人就去找佛 问世尊 我义不能立三瘦 王义不能立二瘦 就是我不能接受 品薄所有王说的两瘦 那品薄所有王也不能接受 我说的三瘦 那么所以 我们一起来 问这个世尊 到底有几瘦 讲到这个瘦 好 那一般我们知道的大概就是 第一个 三瘦跟五瘦 苦瘦、乐瘦、不苦不乐瘦 那 或是苦乐喜悠瘦 阿比达姆常说的苦乐喜悠瘦 或是 我们之前才上过 深瘦、心不瘦 这是深瘦跟心瘦 前面不是深瘦、心不瘦 然后心 那个法华经 法华世上 那个深瘦、心不瘦 或心瘦 或深瘦 心瘦 就不一样 就是深瘦苦、心不瘦苦 是这样子的 就是把它结合起来 那所以他这里讲 他说 到底有几瘦 佛就跟优托一瘦 他说 我有时说一瘦 有时说两瘦 有时说三瘦、四瘦、五瘦、六瘦、八瘦、三十六瘦 乃至百八瘦、或十瘦、无量瘦 那这个 我们一直以为就只有这几个瘦 其实 它是 包括射也是这样 射法其实 有时候讲 是针对这个讲 有时候是针对那个讲 所以地水红红讲 或是 我们所面对的境界讲 就是 眼耳鼻舌生意 眼睛手对的射 也包括在瘦想形式的瘦里面 所以 这个 这个 色瘦想形式的瘦里面 那么 所以 这个瘦 这个瘦要看你就哪个地方讲 它的内涵 不太一样 那个瘦也是一样 我们来看 那什么叫做一瘦呢 因为 凡所有瘦皆稀是苦 所以 这个就是一瘦 都是苦瘦 只有苦瘦 从这个 从这个世间来讲 三界里面只有苦瘦 没有热瘦 因为轮回就是苦 那么 无常就是苦 那么你在三界里面 没有不苦的 所以 无常 故苦 苦苦 那三界都无常 所以我有一瘦 叫做苦瘦 所以 诸行无常 诸瘦是苦 是法应啊 三法应 再加一个诸瘦是苦 就四法应 那如果从诸瘦是苦来讲 一切瘦都是苦瘦 这个从有肉的世间说啦 好 那 所以说一瘦 那什么叫做两瘦呢 就是深瘦跟深瘦 前面我们也有说过 不知道第几经我看一下 175经 175经 我们看一下175经在哪里 175经 175经 278 那不是它是应该看107 哪里 160 好 好 对175经 好 那这个倒是怎么看的 175经 好 那你看它这里就有所谓的深受 深苦患心不苦患 这里就有所谓的深受心不受的问题 就深受苦心不受苦 它这个是在讲深受心不受的 它这里叫做深苦患心苦患 就是深受苦心 心受苦的问题 好 这个是深受心受的问题 好 再方回到364页 我们稍微讲一下这个受 那什么叫这个是一受 两受就是深受心受 就深苦患心苦患 或是深热受心热受 那三受就是热受苦受不苦不热受 那四受 你看欲戒戏 色戒戏 无色戒戏 及不戏受 这是解脱的初三界 三界及初三界的受 那五受呢 一二三四五 五受就是一般阿比同某最常说的喜乐 苦乐喜患舍 它这个是乐喜苦患舍 那一般我们都念苦乐喜患舍 那一般我们都念苦乐喜患舍了 习惯念苦乐喜患舍 因为苦乐 苦受热受嘛 然后再加上喜受悠受 那这个是五受 那什么是六受呢 就是从六根里面说啦 眼处所生 耳处所生 就是由眼睛看到这个设法而产生的感受 由耳朵听到这个声音产生的感受 那么一样有苦有乐 那这个叫做眼处所生受 耳处所生受 鼻处所生受 乃至于义处所生受 那十八受 就是这个六受 六受加上喜悠舍 就是眼处所生的喜受 眼处所生的悠受 眼处所生的这个热受 舍受 苦受跟热受 喜悠 它是写喜跟悠 那这个加起来就十八受 喜悠舍 就是随六 随这个眼处所生 耳处所生 耳处所生而生喜悠舍 这个就是八受 那三十六受 就是再加上贪跟离贪 就是这个十八受 再把它分成贪跟离贪 那么就变成三十六受 那么百八受 就是三十六受 再加上过去现在未来 所以这种就越讲越多了 那五量受 说此等受 彼受等彼 那就真的要讲 讲不完 好 那我们就大概先了解一下 就放回来 因为讲到这个受 顺带说 好 现在讲到这个受 若过去若现在若未来 所以他这个过去现在未来 在过去的什么眼处所生受 就加起来 那也可以这样分 若内若外 若粗若心 若好若丑 若远若近 那么 比丘地观 思维分别 就是你要非常深细 仔细地去观照它 观察这个受 到底是怎么来的 它到底是形成我们怎么样的苦受 像有一些那种没有痛感的人 他就没感觉 流血 他都不知道流血的 那也有这种 他那种受的层次就不强 那所以这个跟神间的接触有关系 那若远 他说 过去现在未来 内外出息 好丑远近 比丘如是 地观思维分别 地观思维分别时 无所有 无老 无实 无有坚固 简单讲就是不实在 它就是 没有真实 那没有真实 并不是它不存在 我们说 不实在 不等于不存在 只是它不是真实的存在 它是痛起来 它还是痛 所以我们前面 刚才有些比丘生病了 佛叫他观五印 无常无我 如病如庸 但是他痛起来 它还是痛 受不了 他还是要自杀 他也没办法 所以这个 这个就是 你是观察 你是要观察 它的本质 但是 如果你没有 正得无我的时候 你痛起来 还是相当痛的 但是如果你正得 无我的时候 你就不痛了吗 一样痛 一样会痛啊 但是他就觉得 就是他不会苦 就是我们前面说的 他生苦 心不苦 生还是感到苦 你的意识还是了别到 他有苦 还是 但是你不会生烦恼 就是了 你不生忧恼 就是了 你只是察觉 那个苦受而已 但是你不会因此 生忧恼 也不会因此 享受厌世 不会 那像穆健脸 被打到血肉魔虎 他要入涅槃 并不是因为他苦 不是 而是因为这个身体 没办法再支持 只是这样而已 并不是因为苦 我要赶快 厌离苏博了 不是 并不是这样 而且是 这个身体 已经没有办法 继续再用了 那他的寿命 就是他的业缘 已经到了 他就走了 还没有 就好像我们住到 我们房子住到 房子不能住了 那我们就离开这个房子 去住新房子 或是就不要住了 但是我们并不会 因为房子倒了 房子坏了 我们感到痛苦 并不会 类似像这样 那我们的身体 如果你真的无我的人 他也是一样 身体就像你住的房子 一样而已 那 当然这个是比喻 比喻像你住的房子 你并不会只娶他 就他坏了 你也不会只娶他 好 那么在我们底下看 他说地观思维 无所有 无老 无死 无有坚固 然后第二层观察 如病如庸 如赤如杀 这个在前面 五十 应该是五十经 里面 五十页 不是 第一几经 我看一下 如病如庸 如赤如杀 四十二经 里面有 前面 四十二经 他如病如庸 如赤 之前我们有讲过 好 我们就不多讲 无常苦空无我 这个是第一经到第四经 就讲这个 四十二经是讲 如病如庸 如赤如杀 第一经第四经 这是最初的 就讲无常苦空无我 然后就讲 如病如庸 如赤如杀 然后就讲 若过去若未来 若现在若好若走 若远若近 那么基本上 这个是杂寒经 不断反复强调的 就是对五蕴的观察 好 那么现在讲的 就是另外一种 色如巨墨 瘦如嘴炮 想如仰艳 行如芭蕉 事如犯法 好 那么所以者 以瘦 无坚实过 朱比丘 那么 我们现在 再来 再来讲一下 这个瘦 那么 我们的瘦 基本上 要怎么观察 比如说 不管你是苦瘦 不管 因为前面讲过 其实瘦有很多瘦 深瘦 心瘦 苦瘦 热瘦 喜色 忧瘦 眼处所生瘦 耳处所生瘦 非常多 但是我们简单 不要那么复杂 我们就 苦瘦 热瘦 就好了 特别是苦瘦 那么这个 你去怎么观察 比如说你在痛 痛是最容易观察的 那你会发现 那个痛的痛点到底在哪里 那如果你意识没有去分别的话 就算你身体痛 你也不会察觉的 所以说 它基本上是这样 因为我们常常在听 你就知道 瘦是怎么来的 怎么会有瘦 比如说前面有讲 眼处所生瘦 耳处所生瘦 时间到了 先下课好了 等一下再来讲 我们先下课 再来讲 下课 我